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这个解释并没有让十岁的女儿满意 女儿瞪着黑白分明的大眼睛 像个蓄谋已久的小敌人 用机关枪式的小嘴巴嘟嘟嘟地 向老友毫不留情地发出进攻 但我一点也感觉不到你爱她呀 你下班回来就知道玩手机睡懒觉 妈妈再忙你也不帮她 上次她腰疼得直不起来 你回来却翘着腿看电视 还指望她给你做饭 我从没有见你给妈妈买过衣服和包包 更不要说送她玫瑰和项链了 还有 你们从不像电视里的夫妻那样 走入牵手 拥抱再见 老友正要解释 我们都老夫老妻了 你妈妈不会在意这些的 却抬一眼看尽了 站在卫生间门口的妻子 那个和她相恋15年 结婚12年的女人 应听了女儿的话 眼角有泪滑落 如果不是孩子谴责我 我还真不觉得有啥问题 好多夫妻不都这样吗 老友说 这些年生活太累了 爱情早没了 当初的心动和浪漫早不见了 自己渐渐习惯把妻子所有付出 当成理所当然了 已经很久没有对她 续寒问暖了 是昨晚孩子的问和妻子的泪 让她突然明白 这些年虽然她拼命赚钱养家 从不采摘叶花 但依然不是称职的父亲 和合格的丈夫 她没有用一点一滴的行动 让孩子看到父母相爱的模样 也没有用一举一动的温暖 让妻子得到温柔长情的复养 父母是否相爱 孩子非常明白 采访过一位自闭症患儿的妈妈 儿子两岁时被确诊为自闭症 她历经恐惧 绝望和焦虑 最终还是放弃生意 离开家乡 带着儿子到省城 接受专业训练 两地分居 长期奔波 病患碾压 她和丈夫的感情在距离和压力的折磨下 出现重重问题 丈夫不知何时有了第三者 第三者怀上丈夫的孩子 并以此要挟 让她离婚 儿子漫长的治疗遥遥无期 丈夫疑情的背叛当头一棒 虽然为母则刚 但父辈受敌 钢铁如他者 也痛苦绝望 那段日子 她擦干泪 强作欢颜 带儿子治病训练 儿子睡后 她独自流泪到天亮 有个周末 她整理儿子的书本时 发现一张半叶的纸 上面用铅笔 歪歪扭扭地 画了三幅图 第一幅 是爸爸妈妈 拉着一个小人 第二幅 是爸爸背过身走开 妈妈独自拉着小人 第三幅 是妈妈一个人 脸上的泪 从眼角一直躺到脚面 她握着这半叶纸 跑到卫生间里 忍不住嚎啕大哭 她以为自己掩饰得足够好 不料自闭诗语的儿子 心里清清楚楚 五岁的她 不仅完整地 画下父母感情的突变 而且准确化出了 妈妈压抑悲伤的眼泪 父母婚姻的质量 就是孩子眼中爱的 最初模样 相恨相杀的父母 在孩子心中 种下恐惧和悲伤 让她穷尽一生 也难以走出 原生家庭的影响 相亲相爱的父母 在孩子心头 洒下安稳和阳光 让她拼尽全力 也要找到自己心中 那片芬芳 三年前 我负责的情感专栏上 以 《我已婷婷》 《无忧义无惧》 刊登过一个女孩的故事 记得她来信说 我虽然28岁了 单身却不恐婚 比我还不着急的是我的父母 从我18岁时 他们就一直教育我 这世上很多事 可以不碎我心 但唯有结婚 必须和相爱之人 她的父母是 普通的小镇居民 穷小子出生的爸爸 在镇上偶遇了 长辫子的妈妈之后 就展开爱情公式 因爸爸家兄弟太多 家底太薄 外公外婆一开始 不同意这门亲事 未出人头地 24岁的爸爸 在高考恢复第二年 考上了大学 顺利拿到商品粮 如愿抱得美人归 虽然妈妈 没有爸爸学问高 但爸爸对妈妈的宠爱 却让她看见爱情的模样 爸爸刚在城里上班时 每次回来 都会给妈妈买礼物 从发卡手绢 到裙子大衣 为让妈妈 免受周里见的气 爸爸二话不说 连夜把妈妈 接到城里来 从此很少回去 妈妈爱吃绿豆糕 爸爸每月发工资之后 第一件事 就是买一兜绿豆糕 这习惯一直保持到现在 为供养 他和哥哥读书 妈妈后来开间烟酒店 爸爸一下班 就把妈妈从店里撵回来 自己看店 当然 妈妈也很爱爸爸 妈妈至今 谈起爸爸当年 爬到树上 捅开外公家窗户 给他扔情书的事 脸上还闪烁着 少女般的羞涩 小时候不觉得父母间 这些爱情往事有什么 长大后 才觉得父母的相亲相爱 就是对孩子最好的爱情教育 他说 我与一小部分读者 保持长久联系 这位姑娘 就是其中的一位 上周31岁的他订了婚 朋友圈里 他发了一张 自己和爱人实质紧扣的照片 佩文伟 只要最后是你 晚一点也没关系 真好 那个有机会 看着父母相爱模样 长大的姑娘 也会在婚姻中 把爱人看得珍贵而重要 把生活过得安稳而美好吧 最好的爱的教育 是父母相亲相爱 最好的家庭教育 是父母不断成长 奥斯卡电影《爱》中 于佩尔饰演的 女儿对年迈遭遇 爱情考验的父母说 小时候 我放学回家 经常听见你们 在房间做爱的声音 我觉得很心安 知道你们爱着彼此 不会离开对方 是的 对于孩子来说 家庭带来的重要安全感之一 就是确信父母彼此相爱 前段时间 因为工作和买房 我一度陷入选择的 两难和焦虑 对先生缺乏耐心和接纳 也时常因琐事 和他发生争执 也就是在那段时间 儿子患上流感 久治不遇 学习下降 我意识到问题在自己 向先生坦诚了自己的压力和痛苦 好在 他一向宽厚待我 我们渐渐好起来 有天下午 儿子骑着平衡车在前面跑 我和先生牵着手走在后面 儿子看见我们 开心地返回来 对我说 妈妈 这才是你和爸爸 谈恋爱时的样子呀 每个孩子都是敏感的观察家 他们未必知道什么是恋爱 却能准确无误地 捕捉到爱存亡的气息 并以或健康自信的生长 或患病叛逆的症状 提醒父母 拥有怎样的婚姻质量 一个人对对待伴侣的态度和温度 藏着这个家未来的风水和命运 为人父母的两大误区 一是长大成人之后就忘记自己也曾是敏感的孩子 二是结婚生子之后就渐渐忽略了爱人的性别 前者让我们想当然地站在所谓正确角度上 对孩子妄加指责 而忽略对他们感同身受的理解和接纳 而后者让我们渐渐对那个陪我们醉酒的爱人 丧失爱的能力 甚至把婚姻亲手送进冰冷的坟墓 我们打着工作太忙生活太累 老夫老妻乃至平平淡淡才是真的名义 对爱人怠慢 对婚姻偷懒 对家庭推责 恰恰忘记了 忙碌到忘记生活的不是工作 而是焦虑的我们 疲倦到懒得亲吻的不是婚姻 而是枯竭的灵魂 直到有一天 我们的爱人因为别人一句甜言蜜语 或一个廉价的礼物 身陷出轨背叛婚姻 而我们的孩子在父母相杀相恨中 变成问题儿童或重蹈不幸婚姻 我们才恍然大悟 相互相好的父母 不仅毁掉了彼此 还毁掉了孩子的一生和家庭的未来 最幸福的家是爸爸爱妈妈 妈妈爱着爸爸和我们 愿每个孩子都有机会 看见父母相爱的模样 愿每位父母都有修为 成为孩子爱的榜样 好的 感谢您收听到了最后 如果你喜欢这篇文章 欢迎您转发到朋友圈 也可以在文末留言或者是点赞 我是刘春 我在主播刘春公众号 等候着你的到来 我们下期待会 就像听见爱情永恒的嘲笑声 他做了他觉得对的选择 我只好祝福他 我只好祝福他真的对了 爱不到我最想要爱的人 谁还能要我怎样呢 我爱的人 我爱的人不是我的爱人 他心里每一尘都属于另一个人 他却幸福幸福的尖叹 让我有爱又恨他的爱 怎么那么深 我爱的人 他也有了那人 从他们的眼神 说明了我不可能 每当听见 他或他说我们 就像听见爱情永恒的嘲笑声 每当听见 他或他说我们 就像听见爱情永恒的嘲笑声 我爱情永恒的嘲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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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情永恒的嘲笑声